大家好,欢迎收看专国2.0视频教程,我是杨沙 我们前面已经花了上节课的时间 准备这个部署 那些准备工作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部署 这次课主要来讲这个Apache 我们部署会分两次课来讲,一个是Apache,一个是Agenic S 那个部署软件来部署 好,那么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web服务器 那么这个web服务器是怎么提供一个web 然后再这个web服务 然后再通过这个 再讲到我们 为什么选择这个Apache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web服务器怎么提供这个服务 这个主要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署打器 去访问我们这个web服务器的时候 web服务器 它自然它可以丢回一些数据 响应它,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这个 http协议去管理这个 或是它规定这个怎么去发送请求 跟响应这个请求 但是它这个只是访问到这个服务器 一般是访问它这个 这个IP地址 这个背后是有个东西 指它去接受这个请求 以及去响应 这个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这个web服务器 软件 这个软件一般在Linux当中 有Apache 还有这个Engineer X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而我们这个web服务器 怎么跟我们这个 转购这个程序 web服务器软件它肯定 不会自己 发送这个数据 或是 它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数据 这个是由我们这个网站代码 去根据我们接受不同的这个请求 然后处理这个请求再返回这个数据 对吧 那这个就会非常涉及到这个web服务器软件 怎么跟这个砖口程序之间怎么去交互 这个是有另外一条 规定 就是这个 WSGI这个规范 这个规范是 Python定义的一个标准 这个web服务器软件 怎么跟这个Python 写的这个程序 或本身这些相关的web框架 写的这个网站 他们之前怎么去交互 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就除了我们这个服务器跟这个 转购程序之外 我们还要涉及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web服务器软件 一个是这个WSGI这个规范 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这个 刚刚在前面提到这个 等一下我回到第一页 好提到这个apache跟这个mode WSGI这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web服务器软件 第二个是处理这个 呃处理这个 真正处理这个WSGI 用到的一个库 因为这个是一个规范 它指的是这个 怎么去交互这个规范 真正执行是需要 是有这个代码 或是一个软件 去执行这个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常见的web服务器 正定的身当中有apache 和nginx 这两个就是用的比较多 呃这个nginx 它是这两个 发音工程 还有这个x 好 这个apache是一开始 它很早上的就出现了 呃所以它是很 之前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 web服务器的软件 它 因为出了很早 很多人都对它进行一个维护和开发 它的模块特别特别多 而且它的功能会比较强大 这个是 如果我们 想要稳定一点的话 可以考虑用apache这个区处理 而这个nginx 它是一个 信心自修 它出来的话 是比较晚 不过它那个速度要比apache快很多 而且它会 会处理这个coping发展的情况 它是得 比较 比较好 所以大家这里就衡量一下自己写的这个网站 它是 要求稳定性高点的 还是要求这个速度高点的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个 呃 当然这里会两个都讲 我们在这课就要先讲这个apache 那这里我们怎么去安装这个apache 以及去安装这个mod wxgi 还有怎么去配置 这里我在前面已经发了很多测试 踩了不太多 踩了多个坑 呃 那这里我就 给大家示一下怎么去 用apache 用apache 和这个mod wxgi 去部署 这个中国网站 让它真正能跑得起来 好 那这里我们 打开这个 连接到我们这个后台 好 这里用 我上次课 创建这个root用户 还有我这个服务器的这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大家根据自己的去写就行了 好 现在我登录进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安装这个apache apache安装很简单 就是atpgetinstall apache 这里大家要选择那个2的版本 呃 这里直接回车安装 他就可以安装 好 他安装的版本将是这个 2.4这个版本 呃 建议大家要用这个2.4不要用这个2.2跟2.0 因为那两个都是比较旧的 好 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再安装下那个 mode wxgi 呃 这个 在网上 有一个这个可以安装 有一个这个可以安装 这个可以安装 这是lapapache 呃 mode wxgi 好 这里我们用的是python3这个版本 大家要写上python3 然后再回车 好 他安装并且 应用了 呃 这里我们这个apache 跟这个mode wxgi 都安装完成了 不过这里会有点问题 等下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呃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这个 etc apache 这个目录 这个是apache 他相关一些配置 他所在的文件夹 他都在这里边 大家要注意的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这个mode 这个是 还有这个 这两个是一组的 呃 这个是代表可用的这个 模块 我们刚刚安装了一个 也是安装了一个 mode wxgi 这个模块 到这里边 这个是你启用的这个模块 呃 启用跟不启用 他有这个 命令 啊 这个是启用这个模块 这个是 不启用这个模块 那我们再输入对应的名称就可以 好 我们 可以先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 用ls 然后再指定到这个 verible 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待会这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个模块 像代理模块啊 还有这个 我们这里用到wsg wsgi 这两个 这个就是我们 使用到这个mode wsgi 嗯 不过 用这个去 安装的话 去部署的话 它会有个问题 它有些配置 它解析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正确 呃 经常会 极其不了 而且是按照我们那个 官网上面去 写配置的话 它也不行 那这里主要有原因 发现 它里面的有一个 文件它版本比较旧 就是它安装完成之后 它实际上在后面会有一个多的一个 mode wsgi 这个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它是在这个 我进入一下 usr lab apage 好 我们进到这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 标红的 它这个版本是有点旧 它这个也是一个软链 连到我们刚刚安装的一个 呃 刚刚安装到这个lab apage W wsgi 这个里面进去 那么这里我们要 安装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就要采用一个 这个边缘安装 边缘安装在这个 转口的 网站他也有提到 好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实际上我们这些部署啊 这些东西啊在转口上面 他都讲的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下这个文档 尽管它是英文的 我们也可以 尝试看一下 好 搜索这个apage 找到这个 这个apage 这个 这个也是官网 他推荐的一个方式 我翻译成中文 那他这里第一句话 他是经过验证的 可以让他 投入生产 另外我再打开一个给他看一下 那他这里也 建议大家可以先尝试这个 他不排除其他情况 那这个也是比较建议 他也说明他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最简单最快的 也是最稳定的 那么这样子 我回到这里 刚刚 提到的这个 大概是来给的一个官方文档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 这个官方文档里面 大家点下快速安装 这个向导 看不懂 我们也可以把分离成这个中文 好 他这个安装的方式是属于一种 编译安装 我们一个来 首先他要求这个apage 他必须有安装这个开发包 这个开发包 那我们安装一下 atp get install apage 好 输入这个y 如果你这里安装不了的话 可以再输入一条这个 update回车 让他更新一下 再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我在测试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问题 执行人就没问题 好 那安装完之后 我们记得往下看 他这里还要求这个python这个版本 python 安装完之后还要求安装这个开发包 这个我们前面也是安装过的 那现在我们要下载这个圆码去安装 我们打开这个 网子 好 这里我们 稍微等一下 可以了 可以了 这里我们需要下载这个 我们复制下这个链接 呃 这里我们进到home那个目录吧 因为我们前面下载的文件都在这个目录里面 好 输入这个 wget 这个命令再把这个链接暂停进来回车 现在就等他下载到这个我们服务器 好下载完毕是这个4.6.4这个 那现在根据这个 他这里有个解压说命令 好 解压说命令 他前面用这个命令再加一个这个 好 然后再指定这个文件 注意大家 我刚刚这里忘了说比较快 这里下载第二个 它是这个文件格式 我们可以用这个命令直接解压 好 这里回车 那他现在解压了 我们再输入ls 查看下这个目录 多了一个这个文件夹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cd 好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文件 里面有这么一些文件 那这里他要先配置一下这个 原代码 这个配置原代码 一般我们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就行 但是这里会涉及到我们这个 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 APXS 这个是需要安装刚刚那个 Apache开发报 他才有的 另外这个是Python这个版本 如果一开始我们有把这个 Python这个命令 已经指定到3.6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用这条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需要执行这个 当然这个大家不要直接 copy去执行 因为这个路径是会根据我们这个命令 所以所在会不同 它有不同 那可以我们通过这个 well is这个命令 查一下这个 APXS在哪里 我们回车 可以看到他有个路径是在这里的 对吧 我们要用这个路径去替忘掉这部分 也可以查一下这个 Python Python Python这个就有点多 因为我们前面有各个版本 都有 大家可以调自己 在用的一个版本 那像这个位置是可以的 那现在 我用这个方 下面这个方法 给大家演示一下 实际上我现在这个配置 直接输入这条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 写入这个参数 刚刚查到这个是 usr bin 下面的 APXS 对吧 好 那现在他还有另外一个是 Python 这个我也是在这个bin里边的这个 Python3.6 好 回车 他这样就开始配置这个 代码源 他这里配置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执行这个 Mac 先是Mac Mac是 编译 好他现在进入一个编译的过程 呃他这里下面这里有写 构金这个原代码 其实那也是一个编译的过程 好我们回到这里他已经 编译完成了 他这里也没有出错 那现在我们在 这是一个Mac Install 这个 那他就生成了一个这个文件 到我们这个 那这个文件就放到这个位置了 就替换掉我们刚刚那个那个旧版本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查一下 cd 呃 只要ls 吧 这个目录是这里他已经给了 在这里 蓝 apage 好回车 发现他这个不是变蓝了 他这个文件已经被替换掉了 变白色 那这个 安装是比较最新的版本 我测试用这个版本 去使用 他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现在再进入到我们这个apache 他那个相关配置这个目录 这里面 呃 这里我们先检查一下 这个 有没有启用 可以看一下这个 应该把这个为目录 这个目 如果这个目录他有个wsgi这个文件 就说明他是已经启用了 或者可以输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mode这个命令 输入wsgi 如果启用的话 他就会说明已经启用 那现在我们这个 需要的文件都安装好了 我们就要开始来配置这个apache 那我们这个转购 这个网站 可以使用 对吧 好 那么这里我们再确认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这个网站是放在这个 home 啊这里我就不进入了 用ls 巡查看 我们放在home这个 文件里面 文件夹里面 而我们虚拟环境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那现在 我们要 然后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个文件夹 跟这个文件夹是一组的 这两个是站点的配置 现在我们就要先要配置一个站点 放在这个可用的站点这个列表里面 对吧 那现在我们先进入里面有些默认的一些东西 好 输入给查看 到三个 实际上它只有两个 这一个是我课前配置的一个文件 我先把它给它删除了 作为一个演示用的 嗯 嗯 那删除之后 查看一下 它只有两个 呃 那这里我们用vim 这个方法 再输入一个名称 当然这个名称 大家随便就可以 再输入一个conf conf 也要一定要是点conf 这个结束了 呃 这个名称大家自己随便输入 输入自己有没有这名称什么都可以 主要它有个辨识度 知道它是哪个网站 回车进去 到这里我们按下i这个键 它就变成插入模式 好 首先我们先插入一个节点 这个 虚拟的host 然后它是任何这个 信号就80这个端口 啊 把这个节点给它写清楚 那这里要配置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个窗口这里 它也有说明 嗯 这里我们不看这些 因为 它这个是在那个 http点这个 这个文件去配置的 当然这个在 优优图的话 它是这个 外面那个 apache.conf 那个文件 呃我们是要在那个 里面去配置 里面这边是我们要选择这个 这个 所有模式 好 那这里 首先我们要一个配置 第一个我们要配置这个 呃 wsgit 它那个文件所在位置 以及它那个 呃 它那个 别名 或是它那个 相关的一个路径 那这里 我就一个个写给大家看吧 好 我们输入wsgit sq 这个脚本所在的这个位置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 呃 可以理解为我们 配置这个 网站的时候 我们访问它 它是在 以哪个目 以哪个目录为开始的 这里一般我们访问网站就是打开就是这个 这个专门的网站 那它就是从这个目录开始的 好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wsgit 它所在的这个 路径 这个路径 在这里 我先 退出这个编辑 按这个 esc 这个 桌上角那个键 推出 然后打这个号 wq w4 保存 q是推出 好 这个文件是在这个 home里面的这个 myset 好 这个是项目文件夹 然后在项目文件夹那个全局配置的文件夹里边有个这个 wsgit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可以给这个wsgit这个规范使用的这个文件 好 那么我们继续编辑 好 利用进入进来 现在就 输入i 把这个路径给它写进去 home 点这个 home mysite mysite wsgit.py 对吧 好 接下来第2步 我们要把这个 课位进去 这个是设置这个wsgit 它是 它的权限 它是可以被访问的 把它暂停 把它暂停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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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它这里是这个wsgit它是锁在这个目录 我们把这个目录去改一下 就是home my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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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 我就是洗到这里 如果我们没有用虚拟环境 如果我们没有用虚拟环境 我们这个配置就会洗压了 但是现在我们用了一个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 我们要配置一些其他东西 它这里有个这个配置指南 它也提供给我们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帮助文档 那这里边下边都有写 比较多的东西 呃 它这里主要要写另外两个 一个是这个配置 一个是这个配置 这个就是看我们这个收入模式 下边这里 要配置这个东西 它这里一共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它这个名称 名称我们可以随便给它起一个 第二个是这个python home 这个python home就是我们这个 虚拟 这个虚拟环境 所在的这个目录 好 第三个这个python path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 所在的这个目录 那这三个参数写一下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虚拟环境这个目录怎么写的话 可以这样子查一下 呃 这个我们可以启用一下 用sauce这个方法去去启用这个 home里面这个by set 底边的beam 好 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个虚拟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括号 对吧 那这里 它这里还提供了一个 提供了一个命令 它是在这个里面 这句话 我们输入这句话 然后回车 大家可以发现 它可以返回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我们这个虚拟环境所在的这个目录 好 好 那现在我们先推出这个虚拟环境 先 回车 那么我们继续编辑这个 文件 好 我就在前面继续写 它这个是一组的 参照这个机写 wsgi 我们再打一个 守护 进程的模式 守护进程的模式就是它会放到这个后台去执行 就是home mysite env 好 再输入这个 path 这个参数 path这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目录 mysite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一个分组 gi 好 然后这个名称也可以随便写一个一般我们就写两个一样就可以 呃 这个配置我们就完成了 好 我们再保存 退出 接着我们启用一下这个 呃 站点 好 起用站点 我们用 a2 a2 这是apage2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命令 有个end site 在这里 好 关闭站点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配置写进去 回车 那它就启用这个站点 然后它提示你 你需要重新重启这个服务 apage这个服务 呃 但重启之前我先看一下 它本身是否有个 我没有关掉 我们进到这里边可以看到 它启动了两个服务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那么我们把这个这个 它自身 自身这个站点给它关掉 好 现在只剩一个 它实际上它这个蓝色是代表式转连接 它只是把这个 文件夹里边的链接链到这里边而已 好 那现在我们重启一下这个 apage的服务 apage的服务 我们可以用这个 apage 呃 这个 命令 加了这个 restart 为一般我们 restart之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配置是否有问题 没有这个 config text 回车 它给了一个 OK 前面 它是一个 提示 因为我们没有是这个 servive name 这个 因为我们是用的是IP地址 还没有用到域名 如果我们用到域名的情况下 我们再给它写这个 servive name 好 那它这个测试 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直接 restart 回车 它已经 启动了 那启动之后 我们可以防御一下 然后19.23 这是我们的一个IP地址 回车 啊 它可以打开到这个网站 但打开看到 它这个样式都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没有开放这个 静态文件夹 让它可以访问 现在我们开放一下这个静态文件夹 呃好像这里有说对吧 在这里 这里我们不单单可以设置静态文件夹 我们可以设置这个 呃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给这个爬虫 用的 别人爬我们网站 我们可以规定哪些 它可以把 另外它 我们还可以指定这个图标 图标是这个 左上角这个 好 另外我们还可以设置这个上传目录 还有这个静态文件夹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都设置一下 这里 重新再编辑一下这个 文件 呃编辑这个 里面这个也可以 因为它是个软连结 它实际上编辑是同一个文件 好 这里就是 开发 静态 静态目录 这个实际上 设置一个别 别称 就是我们访问到这个home里面的这个 呃就是我们访问这个static 它会指向到这个home里面的这个 my site 我们的static 这个目录 好 然后再设置它这个目录是允许被访问的 呃这个大家也可以直接copy也可以炒过来 好 好 这是设置开发这个静态目录 然后还可以开放这个 上传 文件夹 嗯 这里我就直接copy了 当然直接copy有些东西 需要改一下 好 好 呃这个目录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项目 怎么写的去写 呃我们是在这个my site里面有个 media media 专门给大家传放上传的一个文件夹 好 另外 再把它这个 允许访问 这个也给它放进去 然后对应的这个文件夹 改一下 好 那这两个我们已经就下了 嗯 接着我们再 推出这个编辑保存 呃保存之后 如果我们直接去刷新那个网站 我们是看不到这种更新的 这里我们是改了这一个 apage这个配置 改了配置 我们需要重启这个服务 apage restart 好 它重启没问题之后 我们再刷新一下 刷新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呃 这里 没有任何效果 那估计是我这个目录 没有实质正确 这里就需要检查一下 嗯 重新看一下这个 配置 static 呃这个检查大家主要是检查 他这个路径有没有正确 这个我先copy一下 等一下好对比 好 接着我这里再 再推出这个 用没有任何更改 再推出出来 再推出出来就行 好 然后我们跳到这个 home 这个目录 my set 输入ls 看一下 static 这个目录它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呃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文件夹 呃文件 这个文件是专门存放这个apache 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的一个地方 呃这个我们用cats 去查看 但是在这个 var 这个log里面有个apache 好它有个这个错误的这个日子文件回程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罗列了这些东西在里面 好 它这里大概提示是说这个 访问被拒绝 它是指定到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很明显就有问题了 它这里少了一个横线 对吧 少了文件 这就这个文件都找不到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这个问题所在 那现在我们再重新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再回到这个 配置文件 apache 然后size 好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个里面 这里我们只需要 在这个地方 加入一条这个斜线 把这个方向这个路径 指向到这个路径 好 下边这个我们也有写 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这里 呃 这里我写了一个大戏了 好 接着我们再重启这个apache 好刷新 那现在应该是可以了 这个样式都是正常访问对吧 嗯 不过大家看到这里会有一点问题 像这里 他这个我们自己是一个是居中的 甚至包括我们访问这个 admin 到这里有问题 因为这里我们这些经济文件没有收集 收集到一个文件夹 他就分散到其他地方 我们只是指定到一个 我们这个公共这个目录 而其他 那些文件没有发明得到 那这里我们要先把这些文件给他收集起来 收集这个文件 我们要进到这个 呃 我们这个 项目里面 好 这里我要编辑一个这个 我们的settings文件 呃 由于我们这个settings文件 没有在我们这个 gethub tosslebound的文件 所以我们这里直接编辑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如果 一般我们是最好不要在这个服务器上面去改东西 是我们在本地改完之后创给服务器 好找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 在这里 这里 这里我们要写多一个 配置 static route 就是我们这个静态文件夹 他的一个根目录 呃这个根目录我们 需要一个绝对路径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去拼接路径 用 path 好这个是 一个技术的目录 他会指定到这个项目的根目录 然后我们再指定一个文件夹 叫做 static 它是被收集的 我们叫做 这个 如果这个太长的话 大家也可以写个 root 在这里也可以 看大家习惯就行了 好 那我就准备把这个所有的经常文件夹都收集到这个目录 然后我就退出 保存并退出 这里再用python3.6 大家注意这个版本 我们要执行一个命名叫做 呃这里我有点忘了 我用have 去求助一下 这里提示我们要 启用这个虚拟环境 这里启用启用一下 这里我忘了 虚拟环境 我们找到这个虚拟环境这个目录 好启用虚拟环境 之后我们再 查询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条命令 收集这个静态文件 我们把这个命令写一下就行 好回车 他还把那个相关文件都收集到我们这个指定的目录过去 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多了一个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有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文件在里面 好 大家看到有这个admin 有这个block 这些都有 呃那现在我们直接刷新就可以了吗 不行 因为我们刚刚改了这个status文件 呃还有我们这个 应该改下这个page 这个page 这个静态目录的路径指向到我们这个可能收集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再重新改一下这个page 嗯 这个进入到这个也可以 好 我们 改下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这个目录就不算是这个 他应该是这个 这个目录 下面这个也要改一下 好 那现在应该就是可以了 好 我们就再重启一下这个 服务 好 这里服务 之所以重启是有两个 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改的这个status 呃 这个是改的我们这个项目 这个代码 第二个是我们改的这个配置 我们这两个无论哪个改的动 都需要重启这个服务 它才会生效 好 好我们再刷新一下 那他现在也有可以也可以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 vlog 他这个也是聚中了 这些都是 没问题了 呃 我们再往这都可以找得到 呃 基本该产能更多采购的 大家按照 我刚刚说的这些配置下 都是没有问题 好 呃 我会把这个 这节课先 刚刚用到这些 命令啊 什么东西放到这个geton上面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呃 我们这次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讲这个 呃 nginx 它那个的配置 好 我们这次课就讲到这里